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也就是小鼠到大鼠这段时间 会有一个最凶的负能量出现 阿南德提醒在东亚的人要小心 因为随时有大灾难发生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一起来看看这段时间会发生什么吧 阿南德表示 东南方国家或区域正值多士之秋 北方处于凶星重叠的宫位 瘟疫能量和灾难能量互相加强 彼此凶器 这代表瘟疫将大肆反扑 不受控制 北方国家 如欧洲 北美洲 亚洲以北区域 疫苗面对不断变种的病毒 保障效能逐步降低 高注射疫苗国家 以为高注射等于高保护 放松警惕 不戴口罩 造成瘟疫反扑 阿南德还说 以威越的财星进入了五皇凶星公位 两星皆属土 因此经济离不开瘟疫捆绑 火上加油陷入困境 定福星也在这个月攻入财博公位 造成市场不稳定 奉劝投资者 在这关键的时刻要格外小心 建好就收 不可投机 否则得不偿失 并且阿南德提醒大家 近期不建议短线投资投机 因为整体市场还是动荡的 七月开始 六白五曲星进入中宫 也就是被囚困着 力量发挥不出来 六白同时也对应干挂 干挂代表领导者 由此可见 会有多国领导者 对瘟疫经济民生问题 都显得无能为力 另外这段时间 属于战乱纷争的凶星 也到了东方 加上三煞破坏能量 更是凶上加凶 东方国家 如中国 日本 韩国 朝鲜等地 更需格外注意 万事以何为贵 阿南德强调 瘟疫爆发的原因是 人类太过于自大 认为世界全物种 都是人类的食物 然而每个物种 都有它们生存的意义 人类毫无节制地滥杀种下 因果报应是要偿还的 人类自行创造那无知 愚昧而自大的业力链 把我们的灵魂和肉体 深深锁上了 一旦生病了 还是不断往外求 从不会真正向内反省 而贪心和毫无节制的口腹之欲 才是人们真正的祸根源头 所有的痛苦都不是外在因素 而是我们自己的内在信念使然 所以这次的爆发瘟疫 正是全人类集体意识的作用 若人们继续愚昧下去 无法满足自己的私欲和口腹之欲 继续过度的滥杀 那么将会越来越严重 这个世界都是一个个回圈 每个物种都有被克的对象 这叫五行相克 这种相克的作用 才能让世界平衡 而人类以为没有天敌 所以为所欲为 若人们有慈悲有爱 也知道全世界物种都是合一的 减少杀害 自然界都会自我平衡 因为自然界有一个定数 超过这个定数 就会有死亡侵袭 因为过多过少 世界就会动荡不安 所以若知道平衡法 则人们是永远不死的 而通过运转五行后 真正达到身心灵平衡 没有一个人真正会生病 最后阿南德又提到一个灾难形象 也就是罗侯和基督 再次合相了 阿南德在预言视频中 曾多次提及罗侯和基督两颗星 并且他认为 这两颗星会给世界带来灾难 但是很多人并不了解这两颗星 在印度的飞陀占星术中 月亮的南北两个焦点 非常的重要 被焦点被称为罗侯 南焦点被称为基督 这两颗非常重要的虚星 它们被看作是阴暗神秘的星 罗侯和基都始终保持180度 虽然看不见 但它们对我们个人和整个世界 都有很大的影响 罗侯是月亮向北方穿越黄道的点 基督是月亮向南方穿越黄道的点 罗侯的影响力是上升的扩张的外化的 而基都是下降的收缩的和内化的 所以在印度的占星系统中 基督的负面意味比罗侯稍轻一些 关于基督与罗侯 这里面还有一个小故事 相传罗侯是达耶提耶王 名字叫阿修罗 他常有四只手 下半身是多龙尾 性残暴号为非作歹 是行星和流星之王 西南方的守护神皮施奴 是印度教主神之一 他是保护之神 与破坏之神师婆并称 是印度较量大主神 由于阿修罗处于六道轮回当中 并非长生不老之身 于是准备去偷喝不死干露 结果被日神苏利亚和月神索马发现 就向印度大神皮施奴打了小报告 皮施奴当即大怒 用神盘挥下了阿修罗的头和手臂 但因为阿修罗已经喝了不死之水 成为了不死之身 所以他的上半身变成了黑暗之星 到了后来 为了报复日神 与月神打小报告 就经常吞噬太阳和月亮 从而引起日 时和月时 这就是日时月时的由来 但阿修罗的下半身 仍维持多条龙尾的形态 在宇宙中到处流窜 成了扰乱天际之星 也就是基督 由于阿修罗生前的个性 死后锁 做的罗侯和基督 皆被视为不祥之星 古印度占星书上说 在夜空中突然出现威胁着每个人的星 称为基督 抢夺太阳和月亮的光 而引起日月时的星 称作罗侯 除了罗侯和基督 阿南德也再次提到了卡拉萨帕瑜伽 阿南德说 卡拉萨帕瑜伽的负面能量 也受到罗侯和基督的影响 而久久不能散去 阿南德在以前的视频中 多次谈到卡拉萨帕瑜伽 那么这个特殊的星象究竟是什么呢? 卡拉萨帕瑜伽 是十二生效中蛇神的体现 阿南德说 这种星象 对地球上的一切都有深远的影响 包括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 当卡拉萨帕瑜伽形成时 所有的行星都像被卡住了一样 进入到罗侯和几都形成的连线里 就像圣经中描述的那样 一切都静止了 时间都被神蛇偷走 细心的朋友会发现 阿南德在预言时 一般不是模棱两可的大方向 而是非常具体的时间 其实这是占星术的特点 和一般的预言 或者其他种类的占卜不同 占星术特别具体 他说的内容一定是具体的 不能是一个方向性 所以通常占星术预言 都会有具体的时间或者日期 不是说未来会怎样就完了 一定会说清楚是哪年哪月 甚至是哪日发生的 不说出时间就不是真的 都是骗人的 并且占星术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他不仅仅要预测未来 还要对未来即将发生的灾难 提供解决方案 这次的预言也不例外 阿南德说如想要改变这场灾难 那么灾难来临之前 人们一定要戒杀吃素 因为这次的灾难 就是因为死去的动物的怨念招来的 戒杀吃素 就能避免这次灾难的到来 再给大家讲个真实的故事 有一位按摩的老师 由于有按摩的手艺 再加上心地善良 乐善好施 所以总有病人找上门 去年他接触到一位乳腺癌患者 经过一段时间接触 获得了患者的信任 临终前患者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他原本是做黄金生意的 生意做得风生水起 经常需要招待客户了 他招待客户就在他妹夫开的餐厅里 菜色就是烤全羊 一天夜里 他做了个梦 梦见一只羊对他说 你不要杀我 我肚子里有五个海 你放过我吧 梦中他回答说 你生你的孩子好了 关我什么事 第二天 照例在弟弟的餐厅里 招待客户吃烤全羊 酒足饭饱 他妹夫突然很开心地说 今天运气好 大家多吃点 今天的母羊肚子里有五只小羊羔 全在餐桌上了 他自然是吓坏了 这才知道 昨晚的梦是真实的 不久他就患上了乳腺癌 病情非常严重 不久他就离开了人世 公司也彻底破产 印光法师指出 一个人虽不杀生 但他吃肉 助长了人的杀业 其实是犯了杀戒 只有当一个人 不亲自杀生 坚持吃素的时候 他不仅不造作恶业 还能够免除各种苦报 他的这种行为 其实 就是放生之举 圣人教导我们因果报应 所以不食一切众生肉 所以 我们要实时警惕 自己一定不能吃肉 必须戒杀吃素 才能修成正佛 脱离人间苦难 想要灾难消失 我们必须保持身心和谐 遵循气的根本 就是心平气和 而真正的养生之道 就是养心 控制好自己那颗 唯恐不乱的心 唯有把心养好 内在和谐了 外在一切就和谐 那么我们该怎么样养心呢 养心重在养善 善待天地 这是我们生存的空间 善待父母 那是我们生命的来源 善待家人 他们是陪伴你一生的亲人 善待朋友 他们是你人生的一处风景 善良的心 是人生存的通行证 是百年人生的灯塔 必有阳光 生命灿烂 想得开现在 身体康健 心中无事 便是人生最大的幸福 提得起未来 百岁老人精神抖擞 永远年轻 放得下过去 名利地位 金钱皆身外之物 生不带来 死不带去 有钱的日子过得好一点 钱少的日子过得差一点 风衣足食 即可养心虚 糊涂一生一世 难得糊涂 糊涂难得 人生一辈子 若活得太清楚 那才是最大的不明白 活得太聪明 往往是活得最累的人 活得没心没肺 往往是最快乐的人 其实每一个没心没肺的人 都有掏心掏肺的曾经 都有更多酸甜苦辣的人生 人聪明不易 糊涂更难 难得糊涂 在做人处事中 彰显的其实是一种超常的智慧 糊涂比聪明难 难得是胸怀要更宽阔 忍耐要更理智 处事要更有分寸 只有懂得难得糊涂的真谛 家庭才能和谐 夫妻才能恩爱 朋友之间才能相互信任理解 糊涂的心 是少生气少生病的妙招 是健康之路 是养生之道 养心需爱心 爱心的根本在于珍惜人生 善待自己 人生没有下辈子 人 一辈子在太阳底下的日子 不过百年 但沉默在地下的时间 却是很久很久 生老病死 谁都无法抗拒 你活在世上 只有你的亲人 只有你的三五知己 关心你的健康 在乎你的生死 他人皆不关注 爱自己永远是自己的事 爱自己才能不白活一回 爱心就要少生气 每一次生气 对心灵都是一次伤害 对身体都是一 四不小的地震 百病皆阴气 爱心就要少发脾气 每发一次脾气 都是对自己的身心自我惩罚 对自己的健康增加一次风险 好发脾气 就好生疾病 好发脾气 就会远离健康 爱心就要少抱怨 抱怨的心情是心灵最无奈的事情 遇事总爱抱怨 总觉得什么事都对不起你 你的身体免疫力就总是下降 总是哭泣 抱怨指责多了 免疫力也就会慢慢罢工 疾病就会趁机而入 抱怨给自己带来的痛苦 就是身体上的东倒西歪 身体拜一切皆拜 在佛教说法里面 人生病是由生生世世积累的业力所致 也就是说 人不只是活一世 要活许多事 每一世做的坏事 所产生的业力累积起来 坏事做的越多 这病就越难治 所以养生最重要的就是养善 善良是做人的根本 真正的善良是难得糊涂 放下心里的执念 放松自己的心境 人有一个善良的心变 会风调雨顺 一生有一个厚德的心 便会承载分享福运 有一个诚实的心 便会铸就阳光大道 有一个自律的新生命 便会自由飞翔 厚德载物 就是这个道理 好了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您对本期视频感兴趣的话 点击右下角订阅我吧 每日为您分享更多风水信息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